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是SS-18撒旦洲际导弹 相信从他的名字中我们就已经知道他有多厉害了 他那年龄相对于来说是比较大的 他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开始研发的 是由苏联研发的 虽然苏联早已不存在了 而且该导弹的年龄也大了 但是其性能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优秀的 他本身就是为了打击发射井而研发的 所以最初的研发目标也是能够拥有巨大的威力 而想要威力巨大 推力也是非常关键的设计 因此该导弹就具有了非常大的推力 今有效载核能够接近9吨 这个数字是现在很多运载火线都做不到的 很厉害 能拥有如此多的推力 当然就是能装备的核弹头数量就会更加的多 其个头也会更加的大 而他的单弹头威力就相当于1600多个美国 曾经在日本投放的原子弹的威力了 要知道一个广岛原子弹有1.5万吨 想想1600多个会是什么概念 这款核导弹除了威力大之外 它的可靠性以及打击精度也是非常高的 从它的研发成功投入使用以来到2000年为止 这个系列的导弹一共进行了154发射 除了在研发时的几次发射失败以外 其余的全是成功的 其可靠性是很高的 根据专家人员的估计 如果苏联与美国发生战争了的话 不需要其他的武器 光是用这种导弹就可以将后者的导弹发射仅很大程度的摧毁掉 而由于该导弹有很多的分弹头 所以在进行打击以后 仍未保留很多的弹头 不得不说 该核导弹还真是一个非常厉害又危险的武器 希望它没有机会用于战争中 而只是用于震慑别国 不然它可能将会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武器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网络 由老兵说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